Let's go 今天是12月16號來到漢堡館 看桃園銀報主場對台港獵鷹 那我現在已經進到球場裡面 可以看到Howard已經在球場上面 已經在做賽前熱身的動作 已經吸引非常多人在拍照圍觀了 漢堡館的整體氣氛還不錯啦 比起之前銀報隊在中原體育館的主場 我經常看球的感覺還好很多 那時候的觀眾應該連一半都沒有做滿 所以氣氛沒有到非常的好 今天這場比賽除了Howard以外還有一個看點 那就是P加原本新竹工程師的球員 辛巴現在改名叫做布拉 轉隊到今天課場的台港獵鷹隊比賽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布拉這個球員 他在六年前SBL17其實就在台灣打球了 也是一位打過NBA的球員 他的身高226公分 高了Howard快要20公分 基本上我是很期待這場魔獸隊巨人的對抗 因為我到了時間比較早 還有一個多小時才開賽 所以我稍微來開箱介紹一下漢堡館 如果大家之後想來這邊看球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我想要吐槽的就是 因為我是第二次來漢堡館了 漢堡館這邊的座位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座位是B19區嘛 然後40排 B區就是這一排 這一圈中間這一圈橫的 都是B區 A區就是橘色的 然後C區一百塊的就是上面 藍色綠色的部分 就是上面這一區 我們的B區跟A區就是有固定的座位 他的排數蠻清楚 因為上面就會飆 1 2 3 這樣子幾排 但是他的B B區的19 就是19或是幾 我們都不知道說在哪一個位置 座位上他會標號碼 但是他都不會寫是B幾區 他都不會寫是B幾區 然後後面的看板也都沒有寫 所以你根本就不會知道這是哪一區 唯一能確定你是哪一區就是看地圖 看那個場地的圖片 還有一個就是問那個旁邊上面的工作人員 穿紫色衣服的工作人員 就四周圍都會有 人多的時候真的很難找 應該蠻好改進的 新發古呢 可能會這樣子 出國 出國 開玩笑 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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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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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